Dying up of two cents Can you keep a secret? 大家好 那麼今天的介紹終於來到我們熟悉的女槍手 在戰場中保持鑑定一致的和平師者 MESA 首先 有人可能會誤會我對MESA沒有什麼興趣 因為幾乎沒有影片會看到我使用MESA來拍攝 不過留言到今天就結束了 因為我今天真正正是要分享這位女槍手的境界配置方法 並順便介紹一下她的技能組 在最近的更新之中 MESA可以說是唯一一個被單純的BUFF的戰甲 法常的改動以及和平師者的調整 讓她成為各位喜歡晚槍的首選 而經過富人的強化以及專精系統的出現 MESA同時也是目前遊戲中生存能力最強的戰甲之一 那麼非常簡單的說明一下她的技能組 MESA的被動讓她在使用雙磁副武器的時候攻擊速度增加 而單磁的副武器則獲得了換彈速度的增加 甚至在沒有裝備近戰武器的時候 MESA各會獲得50點的額外生命 不過額外的生命並不會受到MOD的影響 所以基本上是可有可無 在主動技能方面 彈道序人讓MESA在攻擊敵人的時候會儲存攻擊傷害 直到MESA重新啟動這個技能後 下一發的子彈會一次釋放所有已經儲存的傷害 平常可以靠著武器累積傷害 在遇到重型兵種的時候一次釋放 用重量級的攻擊任負重量級的敵人 接著是靶藏 靶藏會增加MESA的攻擊傷害 同時干擾附近敵人的武器 讓他們無法攻擊一段時間 這個技能會在隊伍成員之間轉換 但是MESA本人會一直保持這個技能的強化效果 對於提高傷害非常有效 然後是MESA的靈魂技能之一 破碎護盾 雖然MESA的基礎護甲只有65 但是因為破碎護盾可以為MESA提供大量的遠距離傷害減免 而且會反射所有的投射物以及子彈 即使是火箭筒的攻擊也會完全被反彈 讓MESA在槍鈴擋椅子中 依然可以以輕鬆的姿態 把敵人一個一個的擊殺 最後到了MESA的招牌技能 和平使者 技能啟動後MESA無法移動 而且持續消耗能量 並把武器切換成專屬武器 監察者雙槍 監察者雙槍擁有非常高的暴擊機率以及暴擊倍率 同時會收到除了武器專屬MOD 以及觸發強化效果的MOD以外 所有MOD的效果 適當的調整副武器上面的MOD 將會大幅度提升監察者雙槍的傷害 在和平使者的持續時間內 MESA的攻擊速數越高 武器的視野越低 但是同時會提高大量的攻擊速度以及傷害 讓MESA在亂戰之中成為無情施殺的和平使者 那麼在展示MOD之前 我想要分享一下MESA的玩法概念 MESA的技能組除了提供他足夠的傷害以外 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大量的生存能力 靶藏防止敵人靠近MESA進行攻擊 破碎護盾降低最高95%的傷害 搭配優雅賦人的生命回復效果 讓MESA雖然基礎護腳低 但是依然擁有極高的坦度 不但能夠持續維持高生命值 也因為獲得了生命回復 MESA在任何情況下 包括使用和平使者的時候 都能夠通過抗暴化來獲得技能所需要的能量 再加上Sanderec專精的能量回復能力 MESA不但不需要擔心防禦能力 更可以非常頻繁的使用技能 達成自給自主的無限循環 這就是我的玩法核心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配置 剛剛就已經基本的講解了整個配置的概念 可以說是以持續以及效率為主 同時保留把場所需要的範圍 讓MESA可以完美的在戰場中隨意廁殺 而在副武器的配置方面 使用的是暴擊型副武器的MOD 完美的搭配監促的雙槍的高暴擊率以及倍率 同時大量提高傷害 最後這是剛剛已經提到過的優雅賦人了 在披風上裝備優雅賦人 就能夠提供MESA足夠的回復能力 當然你也可以在頭盔上使用 而就個人而言 這一個頭盔就是除了MOD以外最重要的東西了 那麼影片就到此結束囉 希望各位會喜歡這樣的講解方式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by bwd6